盘中领股交易即将在10月26号正式上路 为了确保制度上路后 交易系统能够维持稳定 各大券商将在本周日进行最后一次的市场汇测 而另外配合众交所的规定 券商也必须明确区隔 大盘跟盘中领股交易的软体操作界面 同时首次登入时也会揭露收费标准 来保障投资人的权益 盘中领股交易将在10月26号正式上路 而目前全台有95%的券商加入盘中领股交易 而各大券商也正在紧融面股的进行测试当中 25号也将在证交所主机所在地 进行最后一次市场汇测 各大券商与证交所将在25号加班 进行最后一次市场汇测 这是为了确保盘中领股交易正式上路后 交易系统能够维持稳定 证交所规定券商在操作界面上 要有明确区隔加权指数主笔交易与盘中领股交易 也就是说盘中领股交易将有独立的交易平台 同一时间各大券商在倒数计时阶段 也在测试自家软体 打开券商官网 领股交易懒人包全是为了让投资人能更快上手 第一次登入时也会揭露交易收费标准 拥有700间上市贵公司的领股达人小夫爸爸建议 投资人可以先买一股试试盘感 采用所谓定期定额或定期定股的投资方式 这个部分因为实际的交易还没开始 建议下周你可以先买个一股试试看 看看它撮合的速度快不快 大家可以选择流通性比较高的股票 不要买到那个太冷门的完全撮合不了 那你也没有把练习盘感 稳定保守型的投资人 我也可以慢慢去在这里面去选择高价股而来做存股的动作 从小而实战建立盘感与骨感 毕竟盘中领股是在9点10分开始第一次撮合 接下来每三分钟以集合进向方式撮合 但只要成交价格超过前一次上下3.5% 将会触发瞬间价格稳定机制 延缓两分钟撮合 熟悉交易规则后达人也建议 中长期领股操作以定期定额或定期定股为主 我觉得更多人投入台股会 但是会不会让它更热 我觉得资金动能 这个要看整体的大盘的走势 但是参与的人一定会增加 尤其是新手一定会增加 一定会加很多人进来 他可以从这里面去练习盘感 26号上路后 证教所将观察交易状况 第二阶段预计开放铃骨先买后卖当冲 让更多台股新手与小资族投入盘中铃骨交易 记者刘富慈 林秋强台北 西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